加以中保就要建立67公斤的三页群区 可是另外的道路是通過的中保一区 旁邊有學校加上老人更多 其民建議另外蓋一條道路 在整理委丹民文要請經濟委員會 整來會扣 經委會教委陳行非也特別對台南來 了解中保公管工業区 相關的另外道路狀況 防汛道路它目前如果未來 公管工業區開發之後 確實會有連外的一個瓶頸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能夠把防汛道路 做一個替代方案的處理 也就是另外開闢另一個防汛道路 那今天也邀請水利署 還有五合局一起來會看 那目前他們的這個評估的方向 是沒有問題 因為只要可以帶動地方 可以讓地方更好 可以讓地方這個工業區 發射更大的好個 他們都願意來協助 今天我們就請經濟委員會 特別到這裡來做考察 那來做決定 今天也圓滿的達成這個 縣政府跟水利時 這個跟工業區三方面的一個 協議決定 也就是未來的次要的這個道路 將由先政府來做接管 那經費的問題還是由水利時來負擔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規劃道路完成以後 將會讓我們的工業區能夠速通把達 陳亭妃這次未來以風順道路 這就是替代道路 向國旁邊的保分由工業區來負接 向國旁邊的公安 立方地水分道路 連接管一兩五道路的保分 由水利數修身後 報告管政府來維護管理 中埔公館跟水上南徑 那大概我們按照進度 大概在今年的6月30號 那我們就希望能夠這個報名完成 那所以相關所有的這個進度裡面 包括有些缺失的部分 我想可以陸續來做檢討 那今天的中埔公館 那主要是有關於這個 連外道路的問題 那今天感謝立法院的經濟委員會 那終於做成這樣的一個協調 有結論 那後續不管是中央負責的 或是縣政府負責的 我們就全力支持 然後讓這個工業區的開發 能夠按照既定的旗程 能夠順利來帶動地方發展 鄉長良一切感謝 經濟委員會的倒三更 強調改革的專頁支持 各位讓工業局的開發 可以按照進度來進行 帶動電影的發展 既然環佩改革採用報道